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近几年,国产高端MPV迅速发展壮大 丰田Alpha和麦巴赫等品牌在性价比相当的价位上 也是性能舒适度兼备,深受消费者好评,销量惊人 但其实早在几年前,比亚迪旗下的一款主打高端MPV 就可谓是国产高端MPV的鼻祖 这款比亚迪M6的推出正碰上高端MPV在国产市场的空白和探索阶段 那时候基本没有高端MPV的配置 比亚迪希望通过改进新型配置 打造一款耳目一新的属于国产的高端车占据市场地位 于是设计了一款外观与丰田高端MPV普瑞维亚有几分相近的M6 使整体车辆外观立马拥有了挺拔的霸气气场 有几分高端MPV品质的神韵 在这辆车刚投入市场时,也提升了比亚迪自身的竞争力 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消费者也愿意购买这辆车辆来满足不同的细致要求 短期市场口碑确实不错 可惜这样的好势头并没有维持很久 逐渐的这款车就有些卖不动了 销售额突然暴跌至冰点 原来虽然这款比亚迪M6在外观造型上接见了丰田高端MPV车的优点 可这款车在性能技术配比上没有突出优势 所以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后就有了一些抱怨 更重要的是,这款车自问世以来价格就偏高 当时起价就13万多,而又没有与价格相配的亮铁支撑 时间长了就没有多少人想买了 它短暂的风光时期不复存在 变得无人问津被市场抛弃 看来良好的借鉴还是需要后期性能 可以跟得上汽车的发展才能长久 也许比亚迪要吸取失败的教训 积极改进这款车的内部性能 适当调价,做到更加适合市场的需求